在门继续讲 过宫炮 黑方启横军 抢类 先手捉 还架中炮 过宫炮 左翼缓开是一个特色布局 下面黑方启横 准备出局 过河局压制 那下面会不会杀兵压骂呢 红方先下手 准备杀马 砍相捉足 黑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退马 炮打鞠 你只能 无功而返 然后 平鞠捉死马 这个马 怎么办呢 如果你 如果你 不知道怎么办 找个本 记下来 因为 红方 飞刀出鞘 已经 锁定胜局 下面 红方怎么下手啊 骑马 黑方得子 爽的 不要不要的 下面就是 过宫炮的灵魂 穿迷剑 破事 必有奇效 黑方如果 平降 外炮 就如果 一招 毙明 好 咱们回到节点 不能外降 不管的话 就接着打 所以 黑方无奈 只能含泪 退居 局面非常明朗 浸泡 打死鞠 红方 占优 但是 吴老二太坏了 进鞠 那这样 黑方的鞠不就跑了吗 对不对 还真不好跑 因为浸泡一降 进降的话 就平率 无解了 那这个鞠再退回去 弱爆了 中炮 鞭炮 马 还有鞠 公元大也能疯了 所以 原谱主编 浸泡 也是 最顽强的走法 当然这个时候 黑方还不能砍像 为什么呢 因为杀族在响 进相 直接砍 只能尽是 一招 毙命 公元藏龙卧虎 大爷 威震八方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一步上马 妙不可言 因为保护了中路 还蹬着炮 你要是 沙马 人家就可以 砍像 寻求 顿雾 机会 你平炮的话 人家给 搂了 关键 还不能 退 一招 毙命 那这个局面 红方怎么办呢 直接上马 当然黑方不能杀马 一平居 没了 黑方一看 乖乖 盖掉你的炮 我带着杀 还怕你不成 对不对 但是 民间手抄本 号称野路子大群 风平浪静 必有 傻招 怎么杀 还要啥自行车 黑方如果杀局 一招逼命 没办法 只能尽将 再退局一将 黑方无奈 踢着骂扎 只能回家 然后 拜拜 拜拜